我是群聯的呂國鼎 我是公司代理發言人 那在公司有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今天不過我不是要來跟各位分享SSD 也不是要跟各位分享什麼NameFresh控制晶片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新的產品線 這個產品線叫做訊號強化的一個IC 然後在高速傳輸的時候的一個運算環境 那首先我先跟各位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高速運算 畫面上這一些 包含你今天在做整個會場 然後技嘉的攤位等等的這一些 你看了很多的設備 看了很多的機台 看了很多的這個 甚至到IoT的設備裝置等等的 這一些其實在我們的定義來說 我們都把它當作是高速運算的環境 高速運算環境 那這麼多的高速運算環境的設備裡面呢 就是會產生什麼大量的資料 大量的資料 包含什麼 像技嘉攤位裡面有特別強調的像AI 然後機器學習 然後車用的電子 現在最近很夯的 雲端 雲端的運算 伺服器等等的 這些其實都產生了大量的資料 大量的資料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這麼多的資料 這麼多的這個運算過程裡面 有一個問題發生了 是什麼 資料的傳輸速度不夠快 資料傳輸速度不夠快 那我這邊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叫做邊緣的裝置 叫H-Device 各位在整個會場裡面 你有注意到很多的公司 然後他有展覽了很多的類似 IoT的裝置 或者是邊緣運算的系統等等的 很多的系統裡面 它其實都包含了什麼 Sensor Sensor 就所謂的感測器 感測器 這個感測器 收集了很多的資料之後 它會儲存到什麼 本地的local端的Storage 這個就是剛剛前一個講師 他分享到 有很多的儲存的設備 然後包含技嘉的儲存的產品 等等的這些 做一個基本的儲存 接著就會做第一階段的資料運算 包含AI在這個時候會做介入 然後剛剛也有各位在路上 有看到有一些機器人在走動 這些都是AI的運作 可是到了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另外一個重點 剛剛有提到很多的什麼 所謂NVMe的這些東西 資料傳輸到雲端之後 就必須要做雲端的運算 以及雲端的AI 那這整個過程裡面 5G或者甚至到無線的傳輸 就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覺得說 5G的技術其實是驅動整個 資料傳輸的一個關鍵的推手 這也是為什麼 群聯跟技嘉合作 在2019年推出全球第一款的PCIe Gen4 這個SSD的產品在市場上 然後以及即將推出的第五代 PCIe Gen5的SSD控制晶片 即將發生 為什麼 就剛剛提到了 因為巨量資料 Big Data 需要大量的 超高速的資料的傳輸能力 資料傳輸能力 這個是一個最主要的驅動力 可是 跟各位報告 一個很大的問題出現 資料 在傳輸的過程裡面 你一旦進入到超高速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會很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資料 訊號會衰減 訊號會衰減 然後 對於雜訊會非常的敏感 這邊各位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這 資料 這個速度很快的時候 跟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訊號會衰減 我打個比方 簡單的例子跟各位說明 各位 如果你開著 一般的這個 比如說 Toyota Honda的車子 平平順順的開 平平順順的開 你大概都可以開很長的時間 開很遠的距離 然後中間 有任何的一些事故 你大概都可以處理 可是 各位 你想像一下 如果各位你是開著超跑 你是開著超跑 你會面臨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什麼 你的油耗非常快 對不對 油耗非常快 這個就是 有點類似油耗的概念 你速度非常快的時候 你的油耗很快就衰減了 你的油箱很快油就不見了 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開超跑的人基本上什麼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專注 對不對 你不可以有周邊任何一個 這個小的事故 或小的怎麼樣 會影響你開車的 這個穩定度跟安全 這個就是我講的雜訊 高速傳速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這兩個點 第一個我剛講的 訊號的衰減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訊號的干擾 訊號干擾 好 我這邊舉個例子跟大家分享 右邊這個基本上就是 PCIE它的規格在制定的時候 針對不同訊號等級 它所能夠容忍的訊號衰減程度 右邊這個太複雜 我講 各位左邊的這個畫面 簡單來講 這個是CPU 這個是 比如說是SSD的訊號 中間的這個距離 你呢 就是各位看主機板的時候 它整個的電路的長度 電路的長度 好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 來這個藍色的框框 你在PCIE5.0的環境的時候 只要你的 線路的長度超過3.4個英寸 你的訊號就衰減了 你的訊號就不穩定了 你的訊號就不能使用了 這是對所有做主機板設計 做系統設計 做高速運算設計的工程師 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怎麼辦 怎麼辦 來跟各位介紹 右手邊 各位的應該算是左手邊 不好意思 各位的左手邊 這是一個正常的訊號 CPU的進來的訊號 經過高速的傳輸之後 它還沒到SSD之前 訊號就變成這樣子 這個叫什麼意思 資料就混亂掉了 簡單來講 0跟1的數字就分辨不清楚了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好 這個時候就需要靠這顆IC 這個也是群聯 推出來的 Redriver IC 是一顆訊號增強的IC 幫助訊號的混雜 訊號的衰減之後 重新恢復正常 重新恢復正常 所以在這邊要跟各位隆重的介紹 我們推出的全球第一款 由PCIE協會 所認證通過的 Redriver IC 7101 7101 這是目前全世界 沒有第二家公司 通過的這個規格 PCIE協會 所通過的這個規格 Redriver IC 7101 PCIE 5.0的規格 5.0規格 是目前市場上 最高規格的 一個Redriver IC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這顆IC做什麼事情 來 各位看這個畫面 你的左手邊 訊號過來的時候 我可能要站過來一下 訊號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這個 訊號增強的一個IC 我剛剛講 Redriver IC 在高速傳輸的時候 你看 訊號一下就掉下來了 可是 如果你有我的這個 Redriver IC 7101的話 你看你的訊號 可以很穩定的維持 可以幫你撐很久 可以幫你撐很久 概念上是什麼 你今天開了超跑 我邊開我邊幫你加油 邊開我幫你邊加油 讓你可以開的距離 更遠更穩定 同樣這個一樣的概念 一樣這樣的概念 OK 那我們的產品線 基本上 有Redriver IC 接下來 在明年的上半年 會推出Retimer IC 一樣都是訊號增強的功能 這兩個什麼差別 簡單來說 一個叫做高CP值 另外一個叫做高大上 高大上 這個Retimer IC 不僅僅能夠幫你把訊號做增強 而且可以幫你把訊號做重建 而且可以幫你把訊號做重建 這個是一個相當相當 對所有做伺服器 做高速傳輸 做系統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IC 那這個也是群聯 跟技嘉 有個長期的合作 那我們的產品呢 也在技嘉的伺服器裡面 做了相當多的測試 跟導入 那群聯呢 你這個IC 它其實使用上要怎麼用 我剛剛提到嘛 訊號走進來 透過這個IC 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這個IC 不是說你裝上去主機板 它就可以運作 它需要中間 透過非常非常多的設定 跟參數的調整 各位如果有現場有這個 主機板工程師 或系統工程師 你就會知道 群聯厲害的地方就是 因為 因為我們自己是做SSD 控制晶片 超過20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 在開發這個訊號增強的中繼IC 在retimer redriver的IC 透過我們的技術 我們開發一個叫Findtune 自動的優化軟體 能夠協助我們所有的客戶 不管你是做主機板的 你是做系統的 我自動幫你調整 最佳的參數給你 自動幫你調整最佳的參數給你 讓你在設計的過程裡面 能夠一鍵處理 一鍵處理 你不用在那邊 每天抓著頭 搞到三更半夜 我的軟體 按一個鍵 就幫你解決了 會告訴你 推薦你 很多相對應的參數 讓所有的工程師 在設計他的主機板 在調教他的系統的時候 得到最佳化的一個參數認證 這個是群聯的一個 獨門的一個技術 那群聯跟技嘉 群聯在NameFresh控制晶片 我想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我們在這個行業超過20年的時間 那技嘉在主機板超過30年的時間 在伺服器超過20年的時間 兩家公司其實有很長的一個合作的經驗 我們一起來推出相對應的這些 不管是主機板也好 SSD也好 到現在的這些所謂的雲端伺服器 AI伺服器 推出了這樣的一個最佳的一個產品 整合了群聯的這個訊號增強的IC 那我們希望把這樣的產品 推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讓所有的客戶 所有要做AI的 所有要做高速運算的客人 能夠了解到這樣產品的一個優勢 進而幫助你的客戶 幫助你的系統 幫助你的應用 好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一個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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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